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要苦一些 但是都是在我能接受的范围 这都是 我觉得这是必然的阶段 在举手投向以前 让我再陪你一段 可能 可能有点低过我的期待值 但是 那时当下我做的最好的选择 也是自己尽力去诠释了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 我没离开陪伴 是最详情的告白 陪你把想念的酸 拥抱成温暖 陪你把彷徨 写出情节来 未来多漫长 再漫长 还有期待陪伴你 一直到故事也说完 做演出这条路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不确定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得走对 但是大学逼了业之后 你不做这些行业的回家 回家就做不是跟表演相关 但那题可能不是自己真的想到的 让我们静静分身 那是特别坏的 但是也接受 就是以前自己想要的 又掌声恭喜龚俊 再次祝贺龚俊 年度最受欢迎男演员龚俊 年成了勇敢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 我没离开陪伴是最详情的告白 陪你把想念的酸 拥抱成温暖 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 还有期待陪伴你 一直到故事也说完 我这个人还好 因为最近我觉得是我的上天期 都拍点多 现在辛苦也是值得的 因为有这么多机会找上来 你好好抓住 就没问题了 陪你把眼露感想 获出了答案 陪你把独自不担 变成了勇敢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 我没离开陪伴是最详情的告白 陪你把想念的酸 拥抱成温暖 陪你把彷徨 谁出情节来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 还有期待陪伴你 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放下一些包袱对我 就大步勇敢地往前走 我觉得工具 我相信工具一定没有提 我相信工具一定没有提 帮你帮你了 但我相信工具 可以做到